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环213 双环莱宝 双环SCEO 双环小贵族 而讽刺的是 双环在企业文化中将创新作为一大核心文化 虽然不得不说 双环良心的山寨技术在销量上确实获得了成功 但一直靠着山寨是走不远的 如今国产吉利 奇瑞已经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而双环注定会被淘汰 如今已经被撤销了生产资质 2.汉马 大名鼎鼎的汉马曾经是美军的最爱 全球粉丝无数 很多国人都在银屏上认识了这钢铁巨兽 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通用汽车的冲击力确实太大了 而因为汉马的油耗和排量过高 虽然名气大 但销量不高 中国的藤中重工收购汉马的谈判没有成功 所以通用不得不停产汉马来减少支出 3.麦巴赫 这也是个广为人知的豪华品牌 但生不逢时 最早兴起的时候 二战爆发转入军工 战后被盟军没收 沉沦了很长一段时间 2003年重振旗鼓 却没想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突然到来 在受打击 如今麦巴赫只是奔驰S级的一个版本 没有用经典的M车标 而是用的奔驰车标 不然让人觉得有些可惜 这些品牌汽车都造得很好 但如今落到这个田地 只能怪时代变化太快 不能适应的必然会被淘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